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陈上希医生皮肤尊科 今天和大家提一个个案 这位是一个年纪50岁的男士 在他右边的面上生了一个肿块 这个肿块都生了一段颇长时间 他不痛又不痕 但是慢慢地这个肿块突出 很多人都开始留意到 病人担心这个肿块如果继续长下去 会影响外观 所以就来看皮肤尊科医生 看看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和病人做过检查 发现病人右边下额有一个肿块 直径大概2厘米 摸上去是实实的 表面上没有红肿痛热的迹长 摸上去肿块也没有皮肤黏黏 用手指移动它是可以稍微移动的 检查完之后得出来的结论 这个就是一个没有发炎的粉痕 粉痕如果没有发炎 加上如果生在念上 就可以考虑用微創方法 用微創方法去清除粉痕 好处就是巴痕相对小 有病人就问了 医生你经常做那么多皮肤手术 做来做去不觉得悶吗 答案就说肯定不会悶 每一个病人都不同 每一粒粉痕都不会完全一样 每一个个案都是独特的 一个秘语就是 每一个粉痕都像一个人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外貌 性格和喜好特点 所以每一个粉痕 每一个皮肤病 每一个案例都是独一无二的 和也都好看个人的心态 对自己的要求 不会有完美的 只有追求做得更好 追求每做一个工作 都比上一个工作做得更好 不断反复地思考去改进 所以就算面对着同一个工作 都会觉得好兴奋 还有很有新鲜感 看下今次可不可以做得比上一次更好 修炼的进步是没有穷尽的 每一个手术都可以想到进步的空间 那市民用这样的心态对待工作 又怎会觉得悶呢 好了看回手术 我们在皮肤表面开了一个相对小的切口 我们寻找到粉痕浪皮的深度之后 就要将粉痕浪皮和皮肤组织分解开 分解的过程也是要很小心的 如果切走得多了 病人当然会少了忽育 粉痕切得不够了 有残留 就会有复发的可能 分解完之后 我们就在粉痕浪皮中间开个孔 这个孔就是用来排清粉痕里面的角蛋白 角蛋白排干净之后 粉痕整体的大小会小了很多 这样粉痕浪皮就可以顺利通过一个比较小的切口 拿出来 要将粉痕浪皮整个拿出来 这样做粉痕才不会复发 好了 大家慢慢看看鱼下的手术 好了 就下滚了 这第三个小小时 我也不介绍为 真的很ただ一点 我真的不けて 你看到 的 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粉楼的浪皮已经整个拿出来了 之后我们就要细心检查一下伤口里面还有没有粉楼的材料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了手术到这里又差不多完成了 跟大家做个总结 今天我们看了怎样用一个微创的方法 来去除面上下额的粉痕 如果大家觉得今集内容帮到你 记住就要点击以下订阅 按下铃铛 如果有最新影片就会通知你了 今次讲着这么多 下次再见 拜拜